生了三年,李子柒终于化财互卫生 跟杭州威念之间的关系算是彻底解除了 当然也有好事者去扒拉 李子柒这个名字和杭州威念的更多关系 其实显然是双方和解 李子柒获得了她的这个李子柒的商标 而杭州威念放弃了她的这些商标 同时也放弃了以李子柒为名的直播间 公号或什么的这些东西 这样让李子柒能够自由自在 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自己新的工作当中 所以李子柒新的公众号出来 新的视频出来以后 大家都是一片点赞叫好声 尤其是海外的观众 在YouTube上面看李子柒的人 真的是人山人海 这对于中国的宣传是非常好的 她把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 美好的面貌 呈现给全世界的观众面前 那全世界的观众也以他们的点赞来回报 据说李子柒停更这三年 她的YouTube每天还能给她挣来 十几万人民币的收入 所以我们也期望李子柒有更好的作品 更多的 这个好的服务 能够帮助到大家 帮助到中国 帮助到全世界人民 请不吝点赞来回报 请不吝点赞来回报